為了幫助蒙愛陪獨班能夠順利運作 由台中一家家具公司 連續幾年來在歲末年中世紀 舉辦家具義賣的活動 義賣所得也都會全處捐給蒙愛陪獨班 讓這些較為弱勢的孩子們能夠在放學之後 由陪獨班來繼續 幫助家長們照顧這些孩子幫助他們成長 後來我們覺得說 其實我們可以更積極地有一些作為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義賣 直接把義賣所得這些所有款項 直接捐給他們 對他們講是更實質的幫助 先遠一人創感謝家具公司 能夠在每年歲末年中到埔里義賣家具 也感謝埔里鄉親的支持 讓善款能夠捐贈給蒙愛陪獨班 讓陪獨班能夠繼續為弱勢家庭的孩子們來努力 也希望鄉親們若是有能力 都能夠來支持蒙愛陪獨班 讓他們繼續營運下去 有義賣的收入 然後家營家具公司又把它回捐給我們埔里的蒙愛陪獨班 那陪獨班過去針對埔里的很多 很多優秀的小朋友 他可能家庭的一些因素 然後都意義地來教導這些小朋友 來科業上的 讓他的科業更進步 在這邊也呼籲大家 我們大埔里的鄉親 如果對這個 能自己能幫點想忙的部分 其實也不要能可以掏出自己一部分的小小的心力 來幫助陪獨班 來讓他永續的經營下去 先怨陳怡君感謝家具公司武師的奉獻 並且在活動下午安排利用紙箱 讓孩子們製作武師 在奉獻愛心的同時也能夠推動環保觀念 是非常值得來讚許 這個家具意賣的結束之後 那這個佳芸家具公司 還特別用這個裝家具的紙箱 就把它做一個二次的利用 把它做成這個獅子的樣子 然後帶著這個陪獨班的這些孩子們 就是在那邊五龍五獅 讓孩子們能夠感受到過年的這個氣氛 那我們很感謝這個佳芸家具公司 能夠把這樣子環保的概念 也融合來這個公益的活動當中 副議長潘怡全 感謝家具公司的武師奉獻 也肯定蒙愛培獨班 二十多年來 為埔里地區弱勢家庭的孩子們 所做出的貢獻 希望社會大眾也能夠來支持 讓蒙愛培獨班 能夠繼續來照顧弱勢家庭的孩子們 幫助他們能夠更好的來成長 記者陳倫一 埔里採訪報導